IC梦想家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些都不能够如其照常举办了 那新的科技服务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把一个线下展览 或线下活动的内容逻辑 全部搬到了线上 所以可能我们登录了一个APP 或者是登录了一个网站 我们好像也身历其境一样的参加这个展览 或者是演唱会 或者是现场的球赛 让这件成为可能的这个幕后的推手呢 在台湾有一间非常厉害的公司 叫光合感知科技 他把AI跟5G 还有这个线上的娱乐全部串联在一起 他做得好的程度呢 他被日本最具指标性的媒体日经 评选为未来十年 最有可能成为Google的台湾公司 所以非常非常特别 待会他的创办人呢 就会来到现场 不过在他谈一谈未来的这个AI5G 尤其是线上展览的这一块领域之前 我们先来听听大咖莱科普 由他的分析跟他的分享来知道 有一些很深意的科技技术 到底是什么意涵 那今天大咖这一位 他是鸿海科技的魏国璋技术长 来听听他怎么说 大家好 我是鸿海集团的技术长吴尔炎伟 今天呢 大家来聊一聊 有关电动车上面资安的问题 我们刚刚结束了那个资安论坛 所以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科普 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 传统的车子和这个EV 电动车有什么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叫做 Connected Device 就是Connected Car Connected Vehicle Connected Vehicle就是说这辆车 已经不再像传统的车那样子 没有连线了 就是以后会连线 那这个连线呢 当然经由5G 6G 是吧大家都知道 那既然这个车子连线了 那就碰到很多的问题 其实就像你的iPhone 你的Android Phone一样 它就长时间的连线了 那连线以后 所有的 我们说OTA 所有的资料 软件都可以自由的更新 随时改变这个车子的 里面的一些功能啊 这些feature set 那当你一连线的时候 那完全把车子就放开来 在internet让所有人攻击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先要讲一下 Connected Vehicle Connect什么东西呢 先把这个聊清楚 把它讲清楚 第一个就是Connected Internet 就是你这个车子 你就连接到 这个World Wide Web的所有的网络 谁都可以进来 那为了就是让这个你的使用 User Experience 比如说你的Spotify啊 你也可以在车上播啊 这些内容都可以进来 那跟着进来的就是 有一些攻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怎么连线呢 连到它这个车厂里面的Cloud Private Cloud 那车厂就像你连线到 你现在手机或者电脑 你要连线到你的公司 用VPN 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 intranet的这种连法 但这种连法也有危险 万一这个Private Cloud 这边被攻破 然后从那边进来 是吧 所以第二个连线是这样 那第三个连线呢 是怎么连呢 第三个连线就是 车子和车子中间的连线 当未来这个 我们现在有很多开始 一些standard 开始在开放出来 就是车子和车子 车子和路 infrastructure 车子和这个 我们叫做peer to peer 的这种连线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 要探讨的就是in vehicle in vehicle的这个structure 当这个电动车连线以后 打开了以后 它里面的这些can bus 这些网路 其实车上车辆 未来的车辆打开以后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路 有drive in 有vehicle control domain 有IBI domain 有很多domain 有很多各个不同的这些component 彼此在连线 那这方面里面 这方面的架构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每个车厂都有它自己 想要做的架构 那基本上是往 一个系统式的架构推进 就是比较centralized 的computer 就好像 就好像未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computer 然后四个轮子 那里面的computer 就是有一个OS 有一个centralizedOS 那这个车子里面的所有component 互相的连接 pass message 都有这个OS level 来控制 那这一个 因为是一个moving target 特斯拉现在还没有到一个centralized computing 特斯拉刚刚从这个 我们就说silo的意思就是 这个垂直的ECU 这个component 它直接放进去 举个例子 它要放个音响进去 音响放进去以后 只有IBI那边你可以调 调大声调小声 那基本上就是播音乐 这样子而已 但是这样子的东西到了未来centralized 你的音响的喇叭其实可以提供未来APP的应用 所以所有的这些component 其实把它centralize以后 就提供出各种resource可以让大家用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集中的这个管理OS可以提供给各个不同的application来运用 这个是个好处 那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网路的这个架构 这个要好好的去设计好 所以这个in vehicle domain的这个我们叫做EEA 它一直在改变 它从silo的distributed silo 一直到现在像特斯拉领导的这种zono 就是有好几个区块的系统 这个好几个区块系统 再来跟区块跟区块再来连线 那将来未来是往这个centralize 整个就是一个大的巨大的computer的这种架构来运行 那复杂的就是这个是一个moving target 你没办法说现在定下来 你只能说今年这几年是这样的architecture 那未来可能不一样的architecture 所以这个在moving target的时候非常容易有漏洞 非常容易遭到攻击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怎么样去security 怎么样去make sure这个车子呢 正在快速演进的这个车子 能够有比较安全的机制呢 大概有几个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在MIH里面EV kit里面 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end to end edge to edge end to end就是我们从这个车端的component 从chip level这个end 一直到云端 to cloud 或者是端到端 汽车和汽车之间的 这每个端都要加密 所以它这个端到端 云到端 就是end to end的encryption要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是two factor confirmation 你要装什么东西 你不要说下载就下载 它会跟你做第二个level的confirmation 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vehicle life cycle management 就是这车子出厂以后 应该是被24小时的监控的 监控由我们叫做predicted security 就是在它快要发生问题 自然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系统自动会来做一些防范的动作 这方面的这个发展 我们在MIH里面非常的注重 所以在设计整台车子的这个architecture方面 也包括了这个vehicle life cycle management 这一块来确保车子出厂以后的这个整个治安 是一个不断的加强的一个life cycle 一直到出厂到这个车子retire的中间 所有的maintenance都要来注意 大概治安方面就今天跟大家share到这里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今天在我身边的是光和感知科技的创办人Joseph 王有光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啦 然后我们刚才才在广告中间有聊到说 哇我们共同重叠的朋友真的好多好多 挺多的 在科技圈啊新创圈 然后甚至是影像创作等等 其实刚好也都跟你的公司很有关系 我想一开始我们先从疫情这件事情来开始聊起来 让观众朋友更理解你的公司在做些什么 好呀好呀 呃观众大家好 小璐你好 因为这个疫情实在是造成全世界很多产业的转动啊 但是就有一句话嘛 就是说这个这是历史记运 对不对 百年一次 你千万不要浪费任何一个好危机 对不对 邱吉恩说的 所以当然是很多人在水生活之中啊 但是有先知灼见的人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波动 找到一些机会 逆生长 对因为它肯定很多板块会移动的 很多会移动的 像几家欢乐几家愁 那我们看到很多大型的公司 因为它的整个体制 它整个设计已经固定下来了 根本没有机会转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新创的很好的机会 如果这个眼光准一点 勇气大一点 步伐可以跨的快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疫情对很多新创来说是机会 那对于你的公司光和感知来说 像这个字我又觉得 哇当时名字取得真美光和感知 光和感知 那在疫情之后 这对你的公司 从原先专注做什么 后来因为疫情之后 现在又更努力做些什么呢 这样讲 我们本来从20162017开始 我们就专注在电脑视觉 AR 然后影像辨识这些题目 然后一开始做很多基础研究 然后慢慢觉得有一些产业 它需要一些解决方案 我们去做解决方案 那本来我们最有名的吧 在几年前一开始是我们帮泰国铁路集团服务 做那个铁路内的这个室内导航 当时是全世界第一个真正上线的AR导航 怎么叫铁路内的 铁路车站就很大嘛 那很多旅客到那个地方去人生地不熟了 也不知道去哪个柜台哪个月台对不对 你说泰国的地铁吗 泰国的BTS 就是如果你到泰国去 会看到那个在天上跑的那个 很大的这样 对对对Skytrain 那整个系统里面的那个室内导航都是我们做的 那简单来说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去 你把手机拿起来开启它的应用 那它只要透过镜头一看到你所在的环境 它知道你在哪里 然后给你指引是不是 对你就告诉他 你用语音告诉他说 我要去Chang Nong Si 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小兔子 突然跳出来像Pokemon那样子 慢慢跳跳跳跳到你要去的 对 诶怎么有点容易上手 因为我跟你说女生最可怕的 就是你就算给他地图 他还是看不太懂 我啦 我说我现在很敏感PC不对 以我来说就是如果有一个小兔子 可以指引我的话我会超级省事又省心 对啊其实我们当时想的就是一个要非常直觉使用的一个系统 那影像辨识完了以后变成AR的一种界面 应该就会想像中最多人能看得懂 而且很亲民这样 对对对 可是我从这边就想到那时候 统合的技术就很多 你要知道比如说地铁站里面各个分布的位置 然后又要可以整合在手机的APP里面 对 所以又要在视觉下面可以可视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公司发展的核心技术 那个时候其实很粗暴直接啦 就是我们做VBIP的技术 就是Vision Based Indoor Position 然后那是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利布局 然后它变成一个室内导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技术 那所以它应用到车站内的导航是不是就很直接 当然当然 对但是因为像这样导航的案子我们在桃园机场也做 我们在很多这种室内空间里面我们都做了 那做了做到最后就是我们变成一个 啊怎么讲Solution Provider 但是我们就是接一些Project 这些Project就是 接案公司 对对我有很好的技术 可以去解决导航的问题 但是 不想做一个又一个的案子 对它Always是归零 对对 重来又重来 对对 那我就变得跟公众班媒良一样嘛 是是是 那有没有办法从一个第三方服务的小媳妇 反客为主 变成一个行业里面不可取代的方案提供者 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 今天以为是要来讲科技技术 这里是商业谋略 我觉得你讲到很好的一个重点 因为现在太多的创业公司 后来它就变成疲于奔命的接案公司 对啊 它的技术本来就很好 对 但是也跟你一样那个时候待会多听听 就是怎么从 你说第三方小媳妇有这么惨吗 第三方服务 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小媳妇 对有这么惨喔 你觉得如果只是接案的话 接案公司就是 Always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就那样 然后听客户的 然后招令戏凯的 然后你不会有什么 因为你会累积很多reputation 没有问题 但是你没有办法累积很多的 可复用性的资源在身上 对它大量的就是复制 scalable都很难做 因为你完全接案就 就没有力气了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从2018年开始 我们就把公司做了一个整理 那我们公司现在自己的样貌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孵化池 孵化池就是包含很多先进的技术 都会在这里面做孵化 哎哟就智库的意思咯 公司里的黑盒子 因为我们 X实验室 是给你们的 那有些是我们自己从 一些不管是 国外的研究 paper看到的一些技术 有些是 像有法人委托我们 研究一些技术 有些公司委托我们 研究一些技术 我们发现这些技术 它有些共通性 然后我们也可以慢慢感觉到 有些技术的趋势在哪里 可是从技术变成 能够拿去赚钱的产品 或是解决方案 那很长一段 对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的制度里面 就是有一个孵化池 我们有二三十个RT 投入在这种先进的技术里面 专门做研究 不管商用 对我们 先不管商用 我们一个技术可以 像我们最近 刚刚有一个millimeter wave 去那个做vital detection的技术 对 刚刚才科技部去年给我们一个计划 然后我们跟 罗洞医院做了四百小时的人体临床时间 做足足一年 才把那个性效度做出来 vital detection 我的心跳吗 你的呼吸 你的心跳 像现在 生物特征 我这样讲好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如果要知道呼吸心跳 是不是要带一些那个 仪器 对啊 什么手环 心电图 对你才能抓到它的呼吸心跳 比方说在疗养院 或是在一些病床上 其实很多意外都在睡眠中发生的 可是老人家他又没有在生病 可能让他身上装一堆东西睡觉他不愿意嘛 对 那我们因为现在半导体技术的成熟 毫米坡的技术的成熟 毫米坡它是一个非常细的坡 然后它可以感知空间中很多的震动 从震动里面去知道很多的 数据 好比说你的呼吸心跳都是震动 所以我不用带东西吗 不用 我们就在天花板装一个 一个像一个 太可怕了 黑科技 我就知道你的呼吸 你的心跳 你有没有翻身 黑科技 欸救人命欸 是啊 鼓掌一下 必须 必须的400小时 对其实这个理论 N年前就有了 可是你要把它做到人家敢用 你是不是要做很多的 呃 呃 这个 临床啊 临床就是比对 对不对 实验对照 然后你要透过演算法去把 呃 这个这个 怎么讲 精准度在抓出来 对 那你没有临床实验支撑 是没有人会说服的 嗯 所以我们一年多前就开了这个案子 嗯 过程当中一毛钱都没赚 就一直在投入做实验 但是就是前年的 对 小矽谷了这个已经 嗯 我觉得新创公司就是得这么干啊 没有就是你们公司非常成熟 而且成功 所以还有资源 比如说二三十个RD可以做这个创意池吗 或是前沿科技池 对对对是 对这是1819年发生的事情 1819 19就迎来 欸是19吗 不对 19中期就 天哪这个日子已经过到 是19 2020 2020 2020就马上迎来了疫情 对 我们18年19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设计 从实验池里面拉出了几个方向 嗯 一个是我们认为 我们的这些感知技术跟AR的应用 在运动赛事里面会很好用 嗯嗯嗯 所以我们提出了 Stadium Solution 然后就是把整个赛事的场地去做改造 这不好意思我要稍微打断一下 你说从这个 池子里面拉出了一个叫感知科技的东西 反正其实你的公司的主轴就是这个 对对 可是有那么多新的方式可以感知那么多新的东西 对 可不可以再具体化讲一下说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决定说 运动赛事需要运动你们的 应该是这样讲啊 嗯 先讲我们是光和感知科技嘛 当时会这样子定义的主因就是因为 呃人跟机器 啊跟环境的这种交流方式一定是越来越密切 嗯嗯 那那你一定要有一些技术一些媒介 也许是硬体也许是软体也许是系统 嗯 让互相沟通没有障碍 嗯 所以这过程就是感知 对 那我们对这样子的事情就觉得 专心去做 很有兴趣 觉得很有前途 哦 那个前途 都有都有都有 这是一个趋势嘛 都有都有 所以我们当时叫感知科技是因为这样子 明白明白 好那 但感知科技你看像那个小兔子带入 那个AR导航也是一种感知的结果啊 完全是 那你说在这个球场里面 他如果能够把整个球场的行为去感知 然后变成数位化 他可以分析很多事情 举例来说呢 举例来说像我们现在做了台湾像台中洲际棒球场 然后桃园的乐天球场 然后日本的J联盟足球 都是我们的客户 那我们做过的方案里面其实就讲几个很炫的 因为我们在那个球场周围有十几只这种高速摄影机 可以把球场里面的每一个动作 不是只是记录下来可以分析 分析的结果 他可以马上传到当地的一个主机 主机打到云端去以后 他可以Broadcast给全世界每一个在用终端用户的人看 好比说你在看球赛的时候 你可以把手机拿起来 打开我们的应用对着球场看 你就会看到 赛事里面的球员上面有 战斗力 对他这一球他在做什么 怎么样给他一个评分 对他的战斗力他过去的record 他教练电脑在分析他教练怎么喊战术的 所以你在看球的过程中你就会更有代入感 辅佐的资讯 对你就会觉得看球很有意思嘛 然后还可以现场可以押注 就是下一球会落到哪里 就变成一种gaming 对啊 所以这个都是感知技术嘛 那然后在我们做了那个自动 好球剪辑系统 就是 好多摄影机在盯着这个球赛看 他比如说 这个某一个球员他上雷了 那以前 这个上雷这个动作都要透过后置 一个工作班 才能够把它抓出来对不对 对 然后才慢慢的变成影片可以再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 球员上雷 好 呃 有踩到雷包上 他不见得是 安全上雷 可能最后是外面是出局了 对 所以你要对那个Data Center 抓下来看 如果他是安全上雷 那这就是精彩好球 所以他从十几支摄影机里面 去抓那个关键球员 嗯 他有几个排序嘛 第一个排序是你要抓到最多脸的 嗯 如果脸抓不到抓到最多的背号 然后抓到关键踩到垒包上面这件事情 所以他把这些条件定义好以后 球赛一边在打 然后整个AI就一直在剪这个精彩好球 嗯嗯 然后精彩好球 剪出来以后 马上丢到网路去 就压一个广告 哦 就让大家自动的这个 这我们叫做AI Generate Content 对啊 他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所以智能 赛场的改造 我们当时想像的就是 他会对整个 产业链从 呃球队 教练群 然后到这个转播单位 嗯 广告代理商 球迷的代入感 都会有很大的加分 嗯 那这个是 你没有把感知技术 这整套方案想清楚 先要由始而终 再由终而始去设计整件事情 嗯 你没有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做不出来 嗯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case 可是我想试着让可能还没有用过 相关应用程式没有用过AR的人 可以大概这样子想像 就是我原先去球场看球 我可能不论坐在哪一个位置 我都只能用我的肉眼去看球场在发生的事情 对 那可能同时发生很多事 呃 我也可能有时候会miss掉什么 什么资讯 对吗 我也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互动 对 但是我如果对着球场 运用你们的手机 打开你们的应用程式 扫一下现场的 呃 现在发生的情况 对 就是各式各样的资讯可以出现在你们的AR的 没有错 这个视觉里头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我们本来想像就是在很多场内的应用 会有让而生嘛 嗯 结果疫情来了 没有人进去看球 怎么办呢 对啊 所以 所以当我们这个2019年底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那个P12 就是世界12强锦标赛 那是奥运的前哨战在台湾办 嘿呀 全世界最棒的球迷 所有转播单位都看了我们那一场的科技转播 嘿呀 都觉得太棒了 NHK播出去 全世界有1亿5千万人看到我们的Solution 所以 国外的厂商都来问嘛 结果到了2020年 一切暂停 嘎然而已 所有人都说暂缓我们不做 你脸是不是都绿了 那绿了啊 因为一切技术都好了嘛 都已经Ready在那里 你说要5G的部件 然后要新的大家手机的普及度 等等的你们的几千支摄影机 AI处理的速度 一切技术都好了 一切都好了 但是没有人要改装球场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本来2019就有两个题目 一个是运动 第二个是Exhibition 就是展览 我们想要解决 就是在展览里面迷向的问题 迷向什么意思 就是你到去看 你去南港看展 你Always 要找一个摊位很困难 没有走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啦 就是因为太多东西了 太大了 那还是台湾的展馆还不算大 你到法兰克福 Stable Center这种地方 腿都走断 绕到昏倒 日夜 对啊 而且你不觉得在展馆里面 你要跟朋友约见面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吗 尤其是跟我这种女生 我跟我 就是可能要解释到底在哪里 什么走到最后的走廊 然后右转 然后你看到152的排位 然后再向东走 哇昏倒了 都听不懂在讲什么 对啊 所以我们2019 我们去那个CVPR 就是Computer Vision的一个conference面 美军在2019年的时候 它release了一个很好的技术 叫做低轨道卫星接近重现技术 嗯 低轨道卫星接近重现 对就是卫星上面都有镜头嘛 对 它透过镜头 一天二十四小时 很多的卫星这样绕 它可以把整个地球的3D环境 建出来 这是像Google用的技术吗 还是Google Google是接近车对不对 对 那那个Top View怎么来的 就从卫星来的 哦就那黑黑的地球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Google接近车 建不出来的 哦要一个卫星看下来的 对对 而且因为卫星它有一个可视角 它可视角是斜的 所以其实 3号很多卫星照片拼起来的时候 它是连同建筑物的3D 就是横切面都可以看得到 嗯 它不是只能看到Top View 它从斜方可以看到 哦懂了 所以这叫做Structure from Motion 就是从移动的过程里面 建立出那个3D环境的技术 哦理解 那这个对于展览来说的关联是什么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技术学起来 把它应用到室内环境 所以我们在 现在我们在很多展览馆的天花板 我们装了很多的镜头 对那这个镜头 你看展览是不是这样 今天的展览要到前一天的晚上七八点 装潢才完成 对啊 那完成那你本来的规划图跟实际的样子 一定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技术可以做到 你今天八点钟装潢完毕 我第一时间就把整个街景都全部做出来了 嗯 然后这个过程呢 它可以甚至让未来 从 建出来以后的用户 任何一个用户在任何一个地方 打开手机 我知道我在哪 你知道你在哪 你用语音输入 我要去找哪个摊位 都辨识完了嘛 它就直接告诉你一个小兔子带你 又是小兔子 真好真好非常需要 对 我们顺道一提啦 就是 那个台南沙伦 是 呃 马上在今年会启用一个 就是新的国际会展中心 哎呦 台南喔 大台南 国际会展中心 那那个会展中心 是还没启用的 还没启用 不是五月天要去办演唱会的地方 呃 maybe喔 蛮积极的争取的 那那个会展中心呢 是由 我们光和感知 还有国内很有名的一个会展公司 叫集思集团 嗯 还有熊师旅游 嗯 我们三家公司合组了一个新的公司 嗯 拿下这个公司 这个会展中心15年的经营权 明白明白 对 那里面会有最先进的科技 各种科技元素 对 所以未来这一个会展中心 虽然它只有600个摊位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可以同时服务600万人 哦明白 嗯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 是光和感知科技的创办人Joseph 那他刚才一开始从 呃 公司的整个架构上啊 或者在RD的研发的企图上 一路讲完讲讲到最后 其实 呃 疫情也对原来可能想要发展的重点项目 其实有一些转换 对 呃 从呃 想要好好的做智慧球场 不论是用AR XR MR 各种技术 大家玩的不亦乐乎 但大家不去看球了 那怎么办呢 发现用线上展览 第一轨道 卫星 卫星接警重建技术 接警重建技术 让 呃 最后一刻 林门一脚完成布展 都可以透过你们的技术 让大家知道 对 就是摊位在哪里 对是 但是很多地方还是不能办展览 台湾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我讲的就是我们去年本来就是要发展这个 地轨道街景重建 对啊 然后去帮很多的展馆做智能化 对 结果今年呢根本不用讨论这个 因为没有人要办展 那 那你是双重打击 冲场也不行 加烂也不行 所以刚刚讲的很high 全部都是亏钱的项目啊 没有一个赚钱的啊 台湾在办展啊 但是规模缩小很多 很多很多 大部分都线上做 对啊 buyer也来不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做这个技术的时候 我们是对这个行业的需求 有很深刻的研究 理解 所以我们 长期来看 对长期来看 我们后来就发现 好既然要做就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今年啊 我们去年2020的前半年 疫情一发生 我们就觉得说 所有的业务计划要全部 全部调整 产品研发计划要调整 我们干脆做一个完整的 O2O的 线上线下hybrid的展览方案 好你知道最好看的 连续剧是怎么做的吗 就讲到最精彩的时候 就要进一下广告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然后听听看这个 疫情双重打击之下 到底要怎么改变 让这个脸绿的过程 现在春风得意 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在我身边来宾呢 是光合感知科技的创办人 Joseph王有光 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呢 大概有了一个很完整的理解 就是他的公司 到底在感知科技上面做了什么东西 从泰国的BTS的这个站很大 里面我们要导航 要知道我们要走去哪里 然后到智能的球场上面 有最高速的科技 然后最逼真的摄像镜头 然后AI的剪接 5G的这个零延迟的传输等等的 让大家知道 球场上面 其实还有很多可视化的资料 可以透过AR的方式去理解 然后到展区 现在超级大的展览 全世界那么多的会展中心 都可能需要知道我在哪里 要找什么摊位 跟人家见面 这些都需要一些科技的辅助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一切都 对 哈哈 有点气愤 对 一切成泡影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啊 哈 那个辛苦的过程就跳过 反正我们最后就决定 不行 讲透露一点点 是不是就是日以洗夜 然后祷告 然后哭哭哭 然后再出门 还是不行 因为作为男子和创办人 不能这样 哭我是挺会哭的啦 不过这哭也没有用啊 那疫情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去年1月 刚刚疫情就爆发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同事讲说 这不行啦 一定要先堆积粮草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先去募资 哦呦 先募资 第一时间是先募资 先募资 因为你看到资金会出现问题 一定有问题 其实我们在前一年才刚刚完成一轮 200多万的美金的募资 可是因为疫情来了 你不知道你原来的计划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所以先募资再说 好 所以拿着原来的case 就是去找投资人们 对 那投资人们其实也蛮支持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 我们又募了 又募了大概100万美金啦 好先把弹药 对先把弹药先存好再说 你就先插在一边的眼泪 对 然后一定 一定会遇到很多人断粮 你说人还是 人啊很多公司一定会断粮 对人 公司撑不过去转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 就收购一片 收购一片 是不是 赌一把 对啊 所以我们公司从去年 去年我们募资的时候才二十几个人 到现在五十个人 哦 反而是一倍的成长 进来进来进来 对对对 对确实是增加蛮多 蛮多优秀的伙伴的 那怎么要一更大呢 那你 你做事情又新创公司 你看到有机会 那就是拼啊 那你如果说 快充 对啊你如果说要这种 就像以前嘛 你看那个开餐厅的 说生意不好怎么办 要不要把灯剪掉一半 对不对这样的话 管销少一半 把员工辞掉一半 那你关店算了 对不对 要不就是想好策略 想好 步骤 准备好资源 充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疫情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完全经济 它不会再有什么 那是一个乌托邦的经济 就是都已经很稳定的 就不会有机会了 那我们其实就是 很多的事件 讲大一点 从战争 从疫情的变化 从很多的这种 很大的起伏里面 其实 我觉得创业家 是要从里面看到机会的 嗯 对啊 那我们是有看到机会了 的确 而且那个环境 我 非常喜欢 因为大家都从零开始 比速度 没有谁比谁 知道该怎么办 有啦 你们之前有那个黑科技池子啊 有很多你可以拿出来的法宝 然后再用一下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坐下在讨论 嗯 预测未来最好最坏 应该会长什么样子 结果 所以我们认为 呃线上展览 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 很重要要解决的问题 那线上展览 线上的webinar 然后seminar 这些东西 你看conference 你看那个 那个zoom 它的pes值到75倍就知道了 那个是远端协做这种事情 大家现在有共识嘛 回不去了嘛 对对而且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算疫情 对没错 趟荡下也回不去了 对没错没错 可是这些视讯软体 它就解决一个视讯的feature 它其实很多活动的operation system 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展览 它是一个operation system 那比如说 大的论坛 对啊 你 你是有主办方对不对 对 每一个活动 Kombat 一个主办方 他会有organizer 会有att retour 他会有参展者 会有厂商 会有赠助商 对 那你只解决了一个视讯的问题 等于没解决任何问题 对对你怎么更好的 让这些人都各司其職 把这个展的内容 也可以在线上面展现 没有错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 你看啊好比一个主办方 他要主办一个成功的一个 exhibition 他必須要在他的可能在放在Excel表裡有很多很多的資料 他的名單庫他要找誰來看展誰來參展怎麼收費他早就已經有計畫了 我們的目標就是做一個Operation System 讓Organizer把他的資料從電腦的這邊移到這邊 線上整個3D的環境整個作業的系統 他每一個人需要做什麼事情可以完成什麼目的全部都完成 這件事情講起來概念簡單很難 那我們是怎麼被訓練出來的 對等一下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就是說那這個Operation System是對策展內部還是對外部的要參觀參加 就線上遠端參加的人來說 這也是一個體驗讓我可以這樣子體驗的Operation System 對啊你因為對於User來說他就是一個Attendee 你給我一個連結我點進去我就開始看展了對不對 對那我怎麼知道這個裡面這些攤位置上面這些3D模型你怎麼來的這些 我不care 你不知道啊所以Organizer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們習慣的是線下的活動 啊我明白了 對啊你轉到線上全部都是新的 兩邊都有 沒有人領先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 好跟你講我們這件事情怎麼做到的 我們2020年其實台灣日本同時爆發疫情 然後我們日本的我們日本有個子公司在日本橋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日本跟我們合作非常密切的就是日本博報堂 日本第二大的算是廣告活動公司 一年做一兆多的那一種公司 然後他就是一直在服務很多大企業做企業展 然後他服務其中一個商社那個商社也是全世界排名前前幾十大的日本的商社 對對對然後他要辦一個很大型的展有很大的預算 但是都已經可以foresee就是去年的線下展可能沒辦法這樣辦 對那他們有的是線下展的know how 但是IT技術怎麼線上化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他跟我們 他們找到你了 對我們開了三個月的會 把怎麼樣把線下的需求搬到線上 整個SOP應該怎麼做 我們寫了七十幾頁一千多個feature 一千多個function的代開發計畫 我們才哇日本人做事真的就是非常的decent 然後我們從那三個月裡面我們整個日本團隊 吸收了博報堂跟這些跟大商社的這個合作的這個 他們要求的等級經驗 對完全內化成我們產品開發的to do list 嗯理解 我們才後來開發出那一套all expo線上展覽系統 這就是你從小三的接案小媳婦庫勤小媳婦變成 行業不可或缺的技術提供商的關鍵對不對 對一個平台提供方法 對平台提供方 所以未來就是說你是公司要辦展也可以 你是一個主辦方要找很多公司來辦一個展也可以 像今年五月天要開演唱會也可以 六月天都可以 六月天也可以 好啦好JZ來也可以 ok 就是各種在線下可能辦的如果如此的東西 你都有辦法把它在線上都栩栩如生的 讓參與者也感同身手 對對好比說攤位嘛 就是讓我們有中台前台後台 所以品牌方他自己上去確認他的攤位的形狀 左邊拉拉右邊拉拉像一個紙娃娃系統 他的3D的攤位就好了 然後1000多個攤位就可以同時 也不用下載APP 在自己的APP上面點一個連結就進去看了 嗯 這樣子 所以後來這個系統在 現在應該已經服務了上百萬人了吧 嗯嗯 那畢竟我們是個科技節目嘛 我就很好奇 這背後的技術 你覺得最關鍵的是什麼 還是說這一直以來都已經ready了 只是你們因為疫情的催生 把它很好的統合成這個線上展覽的 嗯當然線上展覽 它還蠻講究3D技術的 那你怎麼樣3D輕量化 透過web 透過web一個很簡單一個連結 就能進入一個3D的世界 這是一個 那當然我們強調的是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事情 它發展是會有節奏的 比方說現在是疫情當中 那線上展的需求是硬需求 但是疫情控制住以後呢 它會變成hybrid 你線上跟線下必須要結合 嗯嗯嗯 對不對 好比說我們可以看到啦 就是疫情稍微控制住以後 交通還是不方便嘛 有些人如果有遠端的方案 還是願意用嘛 可是organizer 或是場地的擁有方 他還是想租攤位出去嘛 所以這些東西怎麼樣 去把每一個立場結合 弄得好好的 現在大家是很可憐 就是你看這個場地的 這個主辦方 它攤位是租不出去的 因為人來不了 人來不了分兩種人 一個attendee來不了 一個品牌方 參展方來不了 對對對 連要參展提供內容的人 都到不了線上 對 所以未來 這個 來不了的比例 會慢慢的下降 但是還是會有一部分的人 他說如果有遠方方案的話 我就 我想辦法把內容移上 線上就可以 就合在一起了 對 不要說我們現在要去中南美 就算疫情前 那個轉機三十幾個小時 也沒有人想去啊 昏倒了 對啊這個成本 對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就是現在不是哈利梅根的這個專訪很夯嗎 全世界都在討論 那更早之前 其實台灣也是很愛看的那個 Queen's Gambit Queen's Gambit 就是一個下圍棋的Netflix 跟戴菲的這個過去的紀錄片 他們就全部把它整合成一個 看當時的服裝的一個展覽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根本沒有辦法 以前要去大英博物館裡面看 然後走那種非常瘋狂的 一整天的行程 他們就整合成一個線上的網站 然後我也可以進去 好像我 在走過那個歷史的痕跡一樣 看當時的服裝的細節 一個一個攤位 不同的時代等等 對 這個以後就是 台灣跟世界完全可以接口的一個 太多了 對 然後我跟冒邪的長官也講嘛 就是說你看台灣一直做 待工作很久了 沒有平台思維 你所有的資料都被 Apple Google 或是BAT這些人拿光了對不對 對 你做平台還可以有資料 對沒有錯 因為 當然這個你要怎麼樣符合 ISO 27001 或是GDPR 這是另外一個issue 我們也都在過這個東西 但是 對於整個台灣外貿的這個發展來說 如果我們可以提供一個 Go to Global的一個平台 那全世界的商情 Somehow 我們能夠做一些掌握 那這個 這太重要了 可能就美國CIA要來跟你買Data 對 這個 俄羅斯現在這個經濟比重 怎麼樣啊 這個 起碼我們知道熱詞 在怎麼轉換 在B2B的商展的熱詞 很多買家的趨勢 我們是知道怎麼轉換的 阿拉伯的軍火箱 最近在什麼轉 好 好在節目結束之前我還是有幾個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聽到一些科普 但是還有最後一點點的時間 還是很想跟你請教就是在整個轉為線上展覽的平台商的這件事情上面有幾個技術包括是不是有一個叫做Location as a Service 現在軟體什麼都是Service 對 連Location都是一個Service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 就是這個平台的概念從以前 從SaaS 對不對 從PaaS 那個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是現在很多訂閱制的這種服務嗎 那一直到 我們提到的概念是說 像球場 像是會展中心 這種地方 它發生的行為是高頻的 然後它的發生的這個樣貌 它的需求是重複的 然後在全世界是scalable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些環境裡面 它的Location 它本身就應該要提供另外一種功能 它不只是把場地租卸出去 不只是這樣 以前的場地的owner都是做這種事情 但是應該 所謂這些場地的擁有方在未來 我認為是 你只要在這裡面發生的事情 它能夠被數據化 然後從這個數據化的結果裡面可以分析出更多的變現的渠道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講Location as a Service的一個關鍵概念 那你各種感知技術 各種的這種交互體驗的技術 XR也好 AR VR 或者是這種 這種地圖重建 它都是為了要把這個場地裡面發生的事情 更有效的數據化 然後我們可以從裡面找到它的商業的價值 那你們就做的特別好了 這算是你們特別擅長的 我們就是想做這件事啊 對對 你聽到的聲音呢 是 呃 光和感知科技的創辦人Joseph 那我剛剛 其實我之前就知道這件事情了 我剛剛要再看到這個字眼呢 就覺得哇很震撼 就是日經 你們在日本經營了很很久嘛 日經是現在最大的 最有影響力的指標性的報紙 他們形容你說未來十年 你們最有可能是成為像Google一樣的前沿的公司 對 可是Google大量吐C啊 對 我想問的是 那你下一步 人家都說你十年之後會成成Google 那你十年之後你想做什麼事情 他大量吐C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我先講就是說 OK我們怎麼會被日經這樣子評價我也不知道 愛你吧 他們反正有四五百個研究員 說他們不會亂報 可是你去看他的那個comment 他是說我們在空間理解這個技術 這個題目上面有很多的嶄新的突破 而且很創新 對 所以他報我們的時候 連我們自己都不確定未來的商業模式會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那時候一直在做底層的研究 就是不斷的在發paper 不斷的在做技術突破 在做專利布局 所以 空間理解 對 因為大家能夠想像就是 如果空間裡面的訊息能夠資訊化 資料化 能夠變成一個Bidata的來源 那是多麼厲害的一件事情 而且未來還有非常多的商用的空間 對 所以他說我們可能在十年後成為 Google的其中一家公司 多好台灣之光 您聽到的聲音呢 是光合感知科技的創辦人Joseph 那我覺得很特別 疫情讓一個可能相對冷門的 比如說遠端協作變成一個超級熱的議題 從舊的商展的模式 大的會展的模式 現在有一個新的線上的再體驗 或者是Hybrid的混合體 對對 我覺得這個議題可能接下來的時間 在過去還會有很多很多的議題 可以跟你一起繼續討論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再邀請Joseph 我們一年都見到兩三次 三四次全部都在專訪的場合 但是很替你開心 謝謝 謝謝所有觀眾朋友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我們空中再見 拜拜 謝謝 I see夢想家 由鴻海集團贊助播出